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我们的信心或者真正的信心 如何去建立?圣经有没有讲到? 跟大家很简单地讲一句话 只有四个视频而已,很简单地讲一次 第一个就是真理的信,真理之信从何而来? 不是宗教之信,是真理之信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如果要这种信心,被说服的信心 比如说你吃这种特效药,你的感冒就会好回来的 是很可信,和你病的时候很想信的一个真理之信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当然都是要你眼前面对事实之后 你是愿意去相信 你才能够去接受这种真理之信 都是要人去接受 面对应该是疑神的话 就是你每一天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 你是很可以相信下一个太阳升起的时候 都是在东边的,对不对? 其实应该是OK的 但是也要你不多不少去见到的事实 那你就能够去相信 所以真理之信是从这里而来 所以因此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0章17节 罗马书10章17节里面 就是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听道是从耶稣 是从基督的话而来 在NIV里面 就是英文词里面说清楚一点 consequently 他就告诉他 这种信道是从听到一些说话 或者听到一些文字 或者接触到一些文字 and the message is heard through the word about Christ 基本上有些人说就是word of Christ 基督所说的说话 也可以的 但是这里也有些翻译就是 the word about Christ 是关于形容耶稣基督的说话 只要耶稣基督和关于耶稣基督的说话 才是真正可以让你得到这种 保罗想说的conventional faith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 其实很合理的 因为你一切宗教里面 或者一些事实里面 你能够相信的我们叫 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你不用说你都已经信得到 但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 带给你的好福音 你的罪得赦免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会拯救你 在你的现况的时候 他会听到 和在上帝面前 为你去求告 这些全部的好信息 是超越你的common sense 那你怎么可以有这种conventional faith呢 你从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 你记得到 基督当日是这样 今天他也是这样 因为他永远是 今天也是这样 因为他永远是 他对我们也是这样的爱情 所以耶稣基督当日 这样去赦免别人 今天也是这样去赦免你 你上次听基督的说话 和基督的说话以来 你的信心自然会增加 今时今日 你所听到的 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还是 是不是在讲 关于耶稣基督的事 还是一些 教会里面的宗教 这些事情 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些事情 好像很有趣的理论 就是是其所非 非其所是 我们读大学都知道 我们可以明白 哪些是讲真话 哪些是讲 想 与不经人世不休 去吸引一帮人 去增加 数据 增加教会的人数 增加教会的资源 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很多人都是做不同的事 是有不同的目的而来 但是我们 这些想 教真理的老师 只是想告诉你 什么是事实 放在你眼前 希望你能够相信 从而 因为你 能够这样去相信的时候 上帝与你有一个接触 很简单 所以这次 为什么我会 这里会多了几段经文 或者几句经文 就是因为 他这里 17节里面 有个字叫consequence 可见这两个中文字 可见信道 consequence 或者说 因此 因此信道 是从听道而来 为什么说因此 为什么可见 consequence 因为保罗正正在罗马书 这个位置里面 就是回答一个问题 你怎样可以得到这个信心 所以因此 为什么罗马书 常常被人说我们是福音的说明书 因为他真的想解释给你听 什么叫信心 所以因此 他就说 前面就说了一大论 所以在这个位置里面 可见 信道 就是从听道而来 这是一个conclusion 就是一个结论来的 所以因此 他想回答一个什么问题 你反过来就知道 你就知道 保罗正正在解释 既然如果这个相信 是从一种真理之信 而来的时候 那我们怎样增加呢 不是靠我们努力 不是靠我们撑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怎样增加这种信心 除非你不断遇到 那你就会不断地去增加你的信心 看回前文后 你去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这样 OK 所以在17节之前 从14节开始 就说了很多的话 就是说 没有差派 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 那种祈求 一直在那里 拿起来去看 大家可以看到前小时 不过我尽量减短经文 从14节开始 已经说到这个位 而二 如果那些人是没听过 关于耶稣基督的 又怎样去向耶稣基督祈求呢 你曾听过他的 又怎样可以相信他呢 没有人去被猜派去传道 就是将这个事实说明的话 又怎能不听见呢 就是三个层次 这样不断地去说 其实你整个经文 就是说 没有人去猜派 就没有人传 没有人传 没有人听见 没有人听见 没有人信 那谁去求呢 所以这次就是 四个清反应 他就带出来的 那个key point 就是有没有人传道 有没有人相信 这是最源头的位置 所以第15节那里说 有没有奉差遣 根本连传道都没有 接着就 旧约圣经里面说过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讯的人 他们的脚踪 何等皆未 既然是这样说 既然是这样说的时候 就是要有人传这个 喜讯这个好消息 去被人听得到 听得明白之后 那些人就可以相信 才可以相信 这样相信 这样相信 听见才可以相信 传就可以听 听就可以信 信才可以求 求你才可以 生命改变 从道理美化去 所以因此 这个 如果是需要这条方法 才可以相信得到 那这个信 又怎样可能是 宗教自然那种 而是否需要 能够相信 因此 是否需要 只需要一班人 给你一个气氛 让你可以相信 那你就在宗教式上面 叫作相信 就产生了 我们今时今日的社会 和我们的 人和人之间 基督教界里面的问题 他们说信 但他们通常都是这个 因此信 就叫你很努力地去信 是吧 因为这样 你不需要找一些 真理的人 去把事实传给你听 你听得明白你才会相信 不需要的,你只要在气氛里说我相信 那你就用那种相信去祈求 上次奉差遣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到16节的时候就讲清楚 那是不是其实没有人奉差遣 将福音讲清楚? 其实正正是以赛亚书讲了 其实福音是从旧约开始 一直都有传出来 好像以赛亚书都在那里 立喊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当我们将耶稣基督福音讲到 是用真理的方法去演绎的时候 太过在历史里面坦白说出来的时候 人就觉得很难信 因为他不够神化 其实都已经很神化了 五饼鱼那些不同不神化吗? 但是就可能没有了云海火海 走来闪念砍死人那些东西 所以因此到最后呢 只不过是喂饱人啊 赶鬼啊 让人自好得饱足啊 行海最厉害的那就是 没有其他的蹦蹦声 他们觉得蹦蹦声很可怕的出现 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福音是救恩 因此这个好福音 谁信呢? 上帝原来不是 左手一个火球 右手一个闪电去毁灭人 上帝原来是很爱惜每一个人 而是创造主和与人同在 用人的身份 但是好像降生 耶稣基督降生那样 跟我们在圣诞节里面 跟我们在圣诞节里面 尤其是一个 baby Jesus 跟我们在圣诞节里面 跟我们在圣诞节里面 人们就发觉 很难去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宗教的 样式呢 放在真理里面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能够接受 就是看他就当他 只是一个passer by的一个人 所以因此就产生了这个位置 以错下书子说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所以其实不是 看下去了 但我说人没有听见 十八节 十七节已经说了 十八节 但我说人没有听见 圣言听见 其实他听过了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为什么呢? 因为人如果留心 你整整下来的时候 我们既然知道 这是创造天地的主的时候 你的手指头能够屈一屈 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 从你的脑袋 和你的血管 和你的肌肉 和你的脑神经 一路 全部上帝奇妙的作为 你在任何角度里面 都知道 有这个创造之主的上帝 所以这也是罗马书里面 一个很清晰的一样东西 你看见被造之物 就会知道被创造主 你看到这些都是眼前的事实的时候 其实福音早就已经传遍 只不过我们听的时候 没有人理会 这个上帝 放在我们眼前的真理 所以你只相信一个真理 和相信宗教 是完全一件事 所以我们在这个 罗马书里面 今天很简单的归纳 一样东西 你要相信真理 还是相信宗教 你会用一种信心 就是被说服的相信 还是要靠你自己努力的相信 那你就看看我们所听的一切 究竟是宗教之言 还是真理之言 在右边 宗教之言和真理之言 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都是有些理论 有自己的学说 但是他们的基本是不同的 他们的根源是不同的 宗教之言大部分 他们理论的学说 都经历了一些伟人 比如说一些很伟大的报道家 甚至可能是一些 很有力量的领袖 但是他可能有医治了很多人 有很奇妙的作为 这些人所说出来的一套学说 但是他的学说 就是说和法人说 就算这是宗教之言 如果他所说的一切 不是由于赢经而出 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出 那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保罗说了 罗马说的时候 也是会带到他的旧约 基于伟人的学说 那旧约的何可能是根本有先知 他有预言 当时的事情有发生 所以他就是先知的身份 因此右边真理之言就是基于事实和历史 用常识里面的真理这两个字的定义 来定义什么叫真理 真理之言 因此真理不是我们幻想和抽象的东西 而是一件可信性极高的真实的事 事实和历史是最稳定的 比起某人的学说 个人的幻想和看法 这些《铁撒罗里加钱书》都有说 人幻想出来的宗教 就算是基督教 那是否真是耶稣基督 为这件事而牺牲在十字架上 所换取给我们的呢 第二件事记住那些使徒 这些使徒的身份都是市井之徒 就是余夫 瑞利 都是一帮这样的人 他们如果 为一件事能够牺牲 命都不搖殉道 如果这件事不是一件真理的事 而是宗教之事 人是否有这么大的勇气去牺牲自己 香港人也是 今次很多香港人牺牲了 香港人牺牲了 牺牲的是为了一些 自己都不相信幻想出来的抽象 一定是为了一件真实的理念 去斗争而牺牲的呢 外国人看我们就觉得好像一台气 但是我们现在经历 在这个社会里面 看到什么是真实经历的事 都是一种这样的落差 我们是像外国人在香港那样 觉得香港就是这样 这些就是宗教的样式 还是投入在这件事里面 就是我根本是香港的身份 再看回香港现在的情况 那你就会接近真理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这些就是一个反应 究竟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是用宗教式的手法去做 还是我们去面对现实去做 那上次呢 伟人学说 个人看法 和幻想不是没有根没有具 但是他们的取向是这样 就不是说事实的 上次真理和宗教的源头 始终看不到 虽然大家都有理论有学说 你都可以搞一大堆叫做神学 博士碩士 你可以玩得很大都可以 没问题 那你是基于真理还是基于宗教 好 第三点 信念呢 这个宗教自然的信念 是要人群去共同坚持的 你要坚持 不是要去挑战 你是要维护 就出现两个很奇怪的东西 你要维护 因为你觉得它是真理的话 很奇怪 真理是不需要人去维护的 是吧 但是一些不是很真理的 制造出来的真理呢 就真的需要人去维护的 这是很合理的事 所以这种信念 究竟是不是需要人群的共同坚持去维护 就有些互教的产生 但是这样你就不能够去求真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 基督教是不需要人去互教 其实真的不需要的 因为旧约里面也有一个历史 就是同样地 是很多宗教 很多其他宗教 搞到 以色列国当时的皇帝 已经跟上拜偶像 基督教 不是 耶和华当时的犹太教 已经搞到 人们不太知道是什么 但是后期突然间有个皇帝 叫做约西亚王 约西亚王 在圣殿里面突然间 被他找到一两卷的 旧约的圣经 接着他就发觉 为什么 原来我们有这样的历史 看历史 看圣经的时候 原来我们有这样的先知书 然后他就叫那些 祭司去理清那些 先知书的书卷出来之后 他看完之后 哇 才知道原来自己犯了这么大的罪 接着就 要全国的人民去面对现实 看上帝如何祝福他以前的国家 原来我们每个人和上帝有什么契约 自己应该去怎么做 突然之间沉睡了 在很多异教里面的世界 有一天他突然间碰到一件真理的事 历史书 他突然间醒了 所以 约西亚皇 当时的犹大国有重新 蓬勃的样式 所以 这件事的确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你可以去找KING JOSHIA 你可以去找一下这个人 或者是约西亚皇 在WIKI也找到的 接着你去看看 我只是想指出一个点 一个点就是发觉 不需要人群去共同坚持的训练 约西亚皇只要有一天找回真理 这件事实出来的时候 找回历史出来的时候 他马上会归回到上帝身边 所以我就告诉你 真理其实是不需要人群共同坚持的 反而你开启它 for challenge 真理是越challenge 越清楚 越明确 很多人都是这样 当时改讯了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发觉这件事是真的 所以因此 宗教的确是揭力相信的 但是真理如何去增加 conventional faith 就是要看见 或者听见 听到证据 明白 接着去查考 对真理的相信 对事实的相信 你就越看越多 你就越相信事实 你看得见越多 就会越看到事实 不像谁 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 没有发生 这是你的偏见 那些就是很insistive 那些insistive faith 我们要知道conventional faith 不是靠那些维威为去维持 咦? 宗教是需要群体努力去维持 但是真理需要的 不是群体去维持 而是要一些真理的老师 来教出我们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把那些东西 放在人面前 但是其实是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我我们将来讲到 那个额图 有一个很像小路保罗的人 就是将新药和旧药的东西 在上帝的宝藏里面 全部展现在人前 这个想法就是 展现在人前 不是群体努力维持 朋友,如果今天在人生的绝点里面有机会去接触上帝的时候 你选择的是宗教,你选择的是真理 耶稣基督就站在真理那边了 但我很希望你信的基督教不要停留在宗教的层面里面 否则是无意思,你的祈求也不知道如何得到应允 因为耶稣不是站在那边 今天就到这里了,很简单的一个说话 谢谢大家